在19号 美国政府将会决定是继续放开对华为供货还是彻底封杀 同时 美国向盟国施压要求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建设的攻势依然在展开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接受了英国媒体的专访 今年5月15号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严格限制向其提供美国技术和产品 5月20号 美国商务部做出调整 宣布接下来三个月为宽限期 各国企业仍然可以正常向华为供货 8月19号 三个月期限将至 外界关心美国将做出怎样的决定 眼下的华为还要等待另一项重要决定 在法国 德国政府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封杀华为后 英国政府是否允许华为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 变得尤为隐隐关注 此前的特雷沙美政府今年4月作出决定 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非核心部分的建设 但英国媒体透露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访问英国期间 就暗示鲍里斯约翰逊政府应该在华为问题上推导重来 15号 英国天空新闻台播出了对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任正非的专访 任正非表示相信英国能够抵挡住来自美国的压力 任正非还开玩笑的调侃说 华为目前的曝光度和市场空间都是拜特朗普所赐 没有特朗普的这么宣传 确实人民不知道华为这么厉害 这么好 我们不在乎哪个国家买我们的 不买我们的 因为我们现在根本的问题是卖不过来 不论供应怎么都好 2019年上半年 华为在全球的业务表现了上涨态势 华为手机全球市场份额17.6% 排名第二高于苹果 仅次于三星 智能手机实现销量1.18亿台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